在内室里,慕安得烈,简介,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心似一天。 灵后四章十六节,有一个功课是所有出蒙恩的基督徒需要学习的,就是每天与主耶稣交通的绝对需要。 可惜,这功课在基督徒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来教导他们。 在出得救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明白这件事。 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他所接受的恩典,无论是罪的赦免,蒙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或是在圣灵里的喜乐,都只有借着天天与耶稣基督自己有更新的交通,才能得以保持。 第一日,一天心似一天,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心似一天。 灵后四章十六节,有一个功课是所有出蒙恩的基督徒需要学习的,就是每天与主耶稣交通的绝对需要。 可惜,这功课在基督徒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来教导他们。 在出得救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明白这件事。 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他所接受的恩典,无论是罪的赦免,蒙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或是在圣灵里的喜乐,都只有借着天天与耶稣基督自己有更新的交通,才能得以保持。 许多基督徒所以冷淡退后,就是因为不认识这个真理,且没有清楚的教导。 他们抵不住世界的试探,也胜不过他们的救天性。 虽然他们竭力抵挡,也尽他们所能的是奉神,但他们却没有力量。 他们从来还没有真正抓住这个秘诀,就是主耶稣要每一天从天上继续地在我们里面做工。 但主这工作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每天必须给一时间来分给一的爱和一的恩。 请记得,每天花时间单独亲近主耶稣,乃是生命长进和刚强不可少的条件。 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太师一二十五到三十节,主愿意告诉我们,一世何等的柔和谦卑,请在一面前俯复下拜, 告诉一说,你是何等的可慕一和一的爱,这样依旧必使一的爱停留在你身上。 这不仅是出蒙恩的基督徒该有的思想,也是所有爱主的人应该有的。 这本小册子,很愿意帮助那些切望与基督有交通生活的人, 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地将这个信息讲得清楚、亲切并紧要。 巴不得你能说,为着讨基督喜悦的缘故,也为着我每天能享受这蒙福经历的缘故, 我愿意学习这个功课,我愿意每天不间断地,花时间和我的主有交通。 这样,里面的人就要一天心思一天。 第二日,与神交通,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约十五章九节,神阁中的三个身位,乃是父、子、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各格的人,与其他的人虽有相当的关系,却都有分别。 照样,神也要向我们启示仪自己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我们所蒙的神圣呼召,就是来和仪这样一位的神有交通。 神非常渴望与人有交通,但是最确来到人和神中间做了阻隔。 就是那些自以为认识神的基督徒,对于他们个人与神之间这种爱的关系也尝试极其忽略,甚至认为无关紧要。 许多人相信,当他们悔改归主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得了赦免。 他们相信,神悦纳了他们,他们就能到天堂上去。 他们也相信,他们应当尽力遵行神的旨意。 但他们却很少想到,就是地上做父亲的和他的孩子也有交通的快乐,所以他们也可以,更应该天天和神有这种蒙福的交通。 神赐下仪的儿子耶稣基督,未要将我们带到一面前,但只有当我们密切地活在与耶稣基督交通中的时候,这件事才能成为可能的。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乃是记在仪对于我们的爱上,对于这个深厚柔细的大爱,我们自己没法报答,但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功。 为此我们必须每天把自己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凭着信心归向主耶稣,这样仪才能将仪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向着仪也能充满了爱。 亲爱的信徒,要安静默念这件事,爱我的闭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约十四章二十一节,花时间来相信这一个个人的交通,把你的爱告诉他,对他说,主啊,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我也何等可慕爱你胜过一切。 第三日,耶稣你要给一起名叫耶稣,因已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太义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曾经做过人,所以已有自己个人的名字。 虽然宜的母亲,宜的门徒和宜所有的朋友都以这个名字耶稣称呼宜,但可能他们很少想到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名字里所包含的有多么的宝贝,也知道的何等威少。 这名字耶稣就是宜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许多人想到宜十字架上的死,也想到宜在天上所作代导者的工作,但有多少人真认识宜在天上是一位永活者,天天想念我们并渴望将宜自己启示给我们呢? 宜实在是盼望我们每天能把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敬拜归给宜。 基督徒长期求基督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但他们很少知道这蒙福的工作是如何做成的。 乃是这位活的基督将宜自己启示给我们,并借着宜爱的能力,这恋慕罪恶的心就除掉了。 乃是借着我们个人和仪之间的交通,基督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所以我必须带着我的心和其中所有的罪,单独地道主耶稣这个大能的个人救助面前,神的圣洁正居住在仪里面。 正当仪和我单独在一起,有交通,表达彼此爱情和愿望的时候,仪的爱就要借着圣灵在我心中的工作,赶出并胜过所有的罪恶。 哦,基督徒啊! 请学习知道,每天与主耶稣有交通,乃是一个有福的享受,也是一个快乐和圣洁的秘诀。 你的心要切勿祷告的时间,以它为你一天中最好的时间。 当你学习每天划出时间来单独和一亲近的时候,你就要经历一与你同在,使你整天之中能够全然爱意,是凤仪并行走在仪的道路中。 借着这样不断的交通,你就会找到真实敬虔生活能力的秘诀。 第四日,那是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 太六章六节,你曾否想到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特权,就是一个人能够每天每刻自由地要求神在内室中和他相遇,并静听以所要说的话。 我们料想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欢喜,而且忠心地使用这个特权。 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是把世界关在外面,就是从一切属世的思想和霸占你的事物中出来。 第二,是将你自己关起来单独与神同在,在暗中向仪祷告。 但愿实际经历与你天父的同在,成为你祷告中主要的目的。 但愿单独亲近神也成为你的座右鸣。 这还不过是个开端,我必须花时间来认识仪与我同在,并且祷告在暗中查看我的父, 确信仪知道我是如何渴望仪的帮助和带领,也确信仪愿意侧耳垂听。 接着,纳经文的就是这伟大的应许,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太六章四节,我的父必会留意使我的祷告不知落空, 在一整天的忙碌中,一要将这祷告的答应赐给我。 我在暗中的祷告,接着就带进一暗中在我心里的工作。 主耶稣既然将一同在的应许赐给我们,也只是我们进入内世的路, 依旧必定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只有借着仪才能来到父面前。 当你和基督交通的时候,要像小孩子那样的简单,那样的信靠, 要承认你的每一件罪,也要将你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仪面前。 要在基督的名礼向父献上祷告。 请记得,与耶稣有交通的祷告是不会突然的。 第五日,信心只要信。 可五章三十六节,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课, 就是当我们单独在内室里献上我们的祈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全然信靠神的爱和主耶稣的全能。 请先花一点时间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对于神的爱,我的心是否满了极大而又牢靠的信心?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请不要立刻开始祷告。 信心是不会自己来的,要安静的思想, 神说谎是何等的不可能呢? 一再无限量的爱力已预备好了,要来给你祝福。 请读一些关于启示神的能力,信使,爱心的圣经章节。 把这些话引到你自己身上,并且说,主啊! 是的,我要在你和你的大爱里,用坚固的信心来祷告。 把信心这一个词,只限制在赦罪和蒙月娜做神的儿女上面, 乃是一件错误的事。 信心所包含的远超过这些。 对于一切神所要为我们做的事上,我们都必须有信心。 我们也必须相信,一要照着我们每天特殊的需要攻击我们。 神的伟大和能力是无限量的, 基督的恩典也足够应付我们每天新的需要, 所以我们也应当照着每天的需要运用活的信心。 当你进入内室开始祷告之前, 请问一问你自己, 我真是相信神是在这里与我同在吗? 也相信主耶稣要帮助我祷告吗? 也相信我能够花上蒙福的时间来和我的神有交通呢? 主耶稣常常教导一的门徒, 如果要有真实的祷告, 信心是何等的不可缺少。 一也要照样教导我们学这个功课。 你要停留在一的交通中, 求一用一超绝的能力, 刚强你的信心。 基督要对你我说当初一对马大所说过的话,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约十一章四十节, 第六日, 神的话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派四章四节, 我们的主所举的这个实力, 非常赋予教训, 在这实力中, 以把神的话比作我们每日的粮食。 我们都知道, 食物乃是生命所不缺少的东西, 不管一个人是多强壮, 如果他不摄取营养品, 他就要越来越软弱, 最后生命也会消耗殆尽。 照样神的话也是如此, 他含有一个属天的原则, 供应人的属灵生命, 并且强有力地在那些信的人里面做工。 食物必须要吃才行, 我可以懂得食物的是, 也可以有食物分给别人, 在我家里, 我桌子上, 食物也可以非常丰富, 但如果我因着生病而不能够吃他的话, 这一切对我仍是毫无帮助, 我还是要死亡。 照样, 如果对于神的话仅仅是一点知识, 甚至就是能把它传给别人, 对于我自己仍是无弊义。 只把神的话思想思想, 是不够的, 我必须将神的话当作食物, 吸收到我的心里和生命里, 以得到他的喂养。 我必须在爱和顺服里只用神的话, 并且让他完全占有我的心, 这样神的话对于我才真是生命的话。 食物必须要天天吃, 这对于神的话也是同样的真实。 作诗的人说, 威胁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不住的思想, 要得这一个强有力的属灵生命, 神的话是每天所不可缺少的。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以学习、爱慕, 并且顺服父神的话语, 你若寻求与义有交通, 就必能在义的话里寻见义。 基督要教导你, 如何借着义的话与父有交通, 正如以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一样。 你也要像主耶稣那样, 学习专意为神的荣耀, 和为着应验神的话语而活着。 第七日, 怎样读神的话,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是一章两节, 这里有几个读圣经的简单方法。 一, 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 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 想到这些话乃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 要存着尊敬的心向以伏伏下拜, 要肃静在神面前, 让以把仪的话语启示在你的心里。 二, 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 若是你不在意的, 读那些话以为你能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益, 你就只能很肤浅地享用那些话, 而不能进入他们的深处。 比方有一人把一件又奇妙又美丽的事说明给我们听, 那时我们就一定要聚精会神去领会他到底, 说些什么? 神的意念更是何等高过并升过我们的意念呢? 天怎样高过的照样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塞悟章九节, 我们要明白这些话表面的意义, 就已经需要我们全心全意地来注意了, 何况我们还是要领会其中属灵的意义, 岂不是更要专心吗? 三、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 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的能力。 请读诗篇一百十九篇, 注意大卫是如何恳切地祷告, 求神来教导他, 开他的眼睛给他领会的能力, 并且使他的心倾向神的道路。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请记住神的话和神的灵是分不开的。 四、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的坚定决心来读, 你必须将整个的心和整个的生命都置于神话语的影响之下。 大卫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昼夜不住的思想, 照样信徒在他的日常工作中, 也能把神的话珍藏在他心中, 默默地思想他。 请再读诗篇一百十九篇, 只等到你用整个的心接受了神的话, 也求神教导你领会, 并把神话语中的教训在你的生活里实行出来。 第八日, 神的话和祷告, 耶和华,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十一一九章一百零七节, 祷告与神的话是分不开的, 在内室的安静时间里, 这两样应当连在一起。 在一的话语里, 是神对我们说话, 在祷告里, 是我们对神说话。 若要有真实的交通, 神与我就都需要有份。 如果我单是祷告, 却不用神的话语, 我就容易用我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思想。 我若从神的话语里吸取一的思想, 在陈道仪面前, 这样就却能使祷告的这能力, 我也就能照着神的话语来祷告了。 所有真实的祷告, 神的话实在是何等不可缺少的呢?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必须寻求对神能有正确的认识。 只有借着神的话, 圣灵才将关于一正确的认识赐给我们。 神的话要教导我知道我是何等的可恶和有罪。 神的话也启示我一切神所要为我做的奇妙的事, 以及以所要赐给我遵行以旨意的力量。 神的话也教导我如何带着坚强的愿望、 稳固的信心和恒久的忍耐来祷告。 神的话不仅教导我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人, 并且也教导我知道因着神的恩典, 我将要成为何等样的人。 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还天天提醒我, 基督乃是伟大的代导者, 并允许我在仪的名里祷告。 哦, 基督徒啊, 请学习这一个重大的功课, 天天借着神的话更新你的力量, 并且照着仪的旨意来祷告。 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就是祷告。 当我们读神的话时, 我们需要祷告, 要有祷告让神来教导我明白意的话语, 要有祷告使我借着圣灵能准确认识和应用神的话语, 要有祷告使我能在神的话里看见基督是一切, 也住在一切里面, 并且也要在我里面成为我的一切。 有福的内侍, 在那里我能借着神的话和祷告在基督里亲近神, 在那里我可以把自己献给神, 也位移的是奉摆上自己, 并且被圣灵刚强, 好使仪的爱浇灌在我心中, 使我能逐日行走在这个爱里。 第九日, 顺服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这样我也做你们的神。 耶十一章四节, 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 也赐给他们上面所写的这一条命令, 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能力遵守律法, 所以神再赐给他们新约, 使仪的百姓能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来。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耶三一章三十三节,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耶三二章四十节, 我必使你们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杰三六章二十七节, 这些奇妙的应许, 都是以色列人确切地相信说, 他们的顺服要成为他们的喜乐。 让我们敬听主耶稣对于顺服怎么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约十四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约十五章十节, 这些话乃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库, 信心坚定地信靠基督, 能叫我们活出一个爱和顺服的生活来。 除非儿女们肯顺服, 就没有一个父亲能训回他们。 若是一个学生一直不肯顺服, 也没有一个教师能教导他。 若是士兵不立刻顺服, 也没有一个将军能领导他们打胜仗。 祈求神把信心的生活就是顺服的生活这一句话, 铭刻在你的心里。 基督是如何向着父侍在顺服里生活, 照样我们若要在神的爱里生活, 也需要顺服。 可惜有一种思想太普遍了, 就是我不能顺服, 这太不可能了。 是的, 顺服在你是不可能的, 但在神却不然。 一层应许说, 我必使你们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吉三六章二十七节, 祷告神, 也默想这些话语, 圣灵就会明亮你的眼睛, 使你有力遵行神的旨意。 但愿你和父神并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只存着一个盼望和目的, 就是决意要活出一个安静的、 坚定的、 没有意义的顺服生活。 第十日, 认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一一章九节, 关于认罪的事, 我们常常做得很虚服, 也经常被忽略。 很少有基督徒了解认罪这件事, 是多需要在恳切里来面对, 也很少有基督徒感觉到, 一个诚恳的认罪能够给人力量活出一个胜过罪的生活。 与主耶稣有交通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一颗诚实的心, 承认每一个罪, 因为每一个罪都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交使。 请读大卫所说的话,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你是我藏身之处,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十三二五到七节, 大卫也说到他不愿意认罪时的情形,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十三二三到四节, 但当他认了罪以后, 一个奇妙的改变就来临了。 认罪的意思并不只是我修残地承认我的罪, 更是我把这一个罪交给神, 相信疑能为我除去。 这样的认罪乃是含着一个意思说, 我自己全然不能除去我的罪, 然而借着信心的举动, 我信靠神来给我拯救。 这个拯救的意思一面是说, 我知道我的罪已经得蒙赦免, 另一面是说, 基督着手将罪从我身上洗净, 并且保守我脱离罪的权势。 哦, 基督徒啊, 你若寻求与主耶稣有交通, 不要怕认你的每一个罪, 要确信在这里有拯救。 但愿在你与主耶稣之间, 有一个彼此的默契, 就是你一认你的每一个罪, 就必得赦免。 这样你就要认识你的主是耶稣, 以要将以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请相信在认罪里有一个大的权能, 因为罪的重担已经被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救主担负去了。 第十一日, 起初的爱, 然而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其二章四节, 在启示录第二章二、 三节里, 曾提起了八种情形, 来证明以夫所的教会是如何的热心和殷勤, 但有一种情形却是坏的, 并且主说,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其二章五节, 这一个坏的情形是什么呢? 就是,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在今日的教会中, 我们也发现同样的缺点, 教会能为这真理热心, 也能有持续横忍的劳苦工作, 然而主所最宝贵的, 就是对于疑自己那柔系热切的爱, 确实没有了。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思想, 就是一个教会, 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基督徒, 可能在每一件善良的事工上, 都有好的榜样, 然而在内事中, 向着主耶稣那柔系的爱却失去了。 如果与基督没有单独逐日的交通, 人所有的繁忙活动, 不管他们自己认为多么满意, 在主自己的眼中看来, 乃是毫无价值。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本小书就是说到 在内事里与基督爱的交通, 所有的一切都是仰仗于这一件事。 基督从天降临, 乃是以父爱仪的大爱来爱我们, 一因着这个爱, 既受苦又受死, 就是要赢得我们的心。 除了在我们这一面的一个深切个人的爱, 再没有什么能使仪的爱得着满足了。 基督认为这个是最首要的, 但愿我们也以此为首要。 许多教师, 传道和基督的工人都要修缠地承认说, 不管他们对于主的工作是如何的热心, 他们的祷告生活仍是有缺欠的, 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 我请求你把这一句话用纸记下来, 并且一直记住它, 就是不论在那世里, 在我所有的工作中, 或在我逐日的生活里。 主耶稣的爱必须是一切。 第十二日, 圣灵遗要荣耀我, 因为遗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约十六章十四节, 我们的主在最后一天的晚上, 与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 曾应许差遣圣灵来做保卉师。 虽然以有形的同在已经失去了, 但遗却能以很奇妙的方式在他们里面, 并且在他们中间, 使他们来经历遗的同在。 圣灵是有位格的神, 将基督这样启示在他们心里, 为要使他们经历基督, 与他们那继续不断的同在。 圣灵也要荣耀基督, 而且把这位荣耀的基督, 在属天的爱和能力里启示出来。 基督徒对于这个荣耀真理的领会, 相信和经历是何等的缺少。 若是在这样的一本小册中, 或是在我们的讲台里, 我们只是劝勉基督徒要爱主耶稣, 却不同时警告他们说, 这件事并不是他们能用自己的力量所办得到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传道人的职责了。 是的,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只有神就是仪的圣灵才能做到。 只有仪能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并且教导我们热切地来爱仪, 只有借着圣灵, 我们才能整天地经历主耶稣的爱和仪内住的同在。 但是请记得, 这位是神的圣灵, 必须完全占有我们, 以要求我们把整个的心和生命都归给义, 以要在我们里面的人里, 用能力来刚强我们, 使我们与基督有交通, 遵守义的命令, 也住在义的爱里。 当我们一领会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 我们需要深深地倚靠圣灵, 并且也要求负在大能力, 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 圣灵就要教导我们爱慕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也遵守神的话。 也要把基督的爱启示给我们, 使我们能用纯洁的心, 热切的爱意。 然后, 我们就能看见一个荣耀的事实, 和一个有福的实际, 就是我们能在日常烦扰的生活中, 活出一个基督的爱的生活来。 第十三日, 基督对我们的爱,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约十五章九节, 所有亲戚朋友之间的交往, 完全是根据他们中间彼此的爱, 夫妇或父子之间, 若是缺少了爱, 就是富有资产, 又有什么价值呢? 照样在我们信主的人中, 若是不认识基督的爱, 也没有经历过这基督的爱, 就是一切的知识都全备, 并且热心于神的工作, 又有什么价值呢? 参看临前八一到三节, 哦基督徒啊! 在那世中有一件事是最需要的, 就是借着精力来认识基督是何等的爱你, 并且也学习如何能继续住在这一个爱里。 请想一想基督所说的话, 正如父爱我, 这是一个何等神圣而奇妙的爱, 我也照样爱你们。 一爱父的那个爱, 和一心中长存如今又放在门徒心中的那个爱, 原是同一的爱, 以渴望将这永远的爱加给我们, 叫这爱在我们里面做工, 好使我们能天天住在这个爱里。 哦, 这是何等有福的生活, 基督神愿意的每一个门徒, 都能活在神无私之爱的能力里, 这个爱乃是宜亲身所经历过的。 我的弟兄们, 当你在公开的场合或隐秘的所在, 与基督交通的时候, 你是否觉得是被这一个属天的爱所围绕, 并且蒙他所保守呢? 但愿你有一颗心可目, 借出这一个永远的爱。 这一位你所巴望与宜交通的基督, 是无法形容地渴望着把宜的爱充满在你里面。 请识长颂读神话语中所说关于基督的爱, 请默想这些话, 并让这些话种在你的心坎里, 迟早你就能认识, 在我生命中最大的喜乐, 就是我被这一位耶稣所爱。 我可以整天活在宜的交通里, 让你的心意志地说, 宜对我的爱是无法形容的, 宜要保守我住在宜的爱里。 恩惠和平安, 一切我所要求的, 是从神我们的复合主耶稣基督而来, 花时间来默想, 并且相信, 盼望一切都是从坐在宝座上的父神, 和在宝座之中的羔羊, 主耶稣基督而来。 这样你就要真的学习敬拜神, 常回到这圣洁的情形里, 愿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七五章十三节, 第十四日, 我们对基督的爱,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仪, 却是爱仪,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仪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笔前一章八节, 对于基督徒的生活, 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描写。 从来没有见过仪的人, 却是真实的爱仪, 并且信靠仪, 因此他们的心就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这就是一个真实爱主之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已经看见, 父与子的主要特性, 就是他们中间彼此的爱, 和对于人的爱。 这一个也应当是真实基督徒的主要特性, 神和基督的爱浇灌在他心里, 并要成为一个爱的活水的泉源, 向着耶稣涌流而去。 这个爱并不仅仅是一个甜美的感觉, 而是一个叫人积极的原则。 爱使我们乐于遵行这位可爱之主的旨意, 也使我们以遵守仪的命令为乐。 基督对我们的爱, 乃是借着仪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而得以显明, 为此我们的爱, 也必须表现在不自私和牺牲自己的生活中。 哦, 但愿我们能明白这一句话的意义, 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对基督的爱乃是一切。 大的爱就产生大的信心, 就是信仪向着我们的爱, 信仪要将仪的爱强有力的启示在我们心中, 信仪要借着仪的爱, 在我们里面做成一一切可喜悦的旨意。 信和爱的双翼, 要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去, 因此我们就要充满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基督徒若要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的能力能改变人心, 并且能使他们充满属天的爱和喜乐, 他们的喜乐就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哦, 你这爱主的人啊, 请每天花时间在内室里与一同在, 主日更新地畅饮于仪属天的爱里, 这个爱会使你的信心刚强, 也会使你的喜乐满足。 爱, 喜乐和信心, 这些都要借着主耶稣的恩成为我们主日的生活。 第十五日, 对弟兄的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十三三十四, 三十五章十二节, 主耶稣曾告诉乙的门徒说, 父怎样爱乙, 乙也怎样爱他们。 现在我们计效法乙的榜样, 我们就必须用这同一的爱来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十三章三十五节, 乙曾祷告说, 使他们都和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约十七章二十一节, 若是我们把神向着基督的爱, 并基督向着我们的爱彰显出来, 世人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信仰乃是纯正的, 也是从上头来的了。 这就是实际所发生的事, 西利尼人和罗马人, 犹太人和外邦人, 彼此原是互相仇恨的, 但他们现在能够相爱。 在全世界各国中, 难得有这一个彼此相爱的思想, 对于牺牲自己的观念, 他们更是陌生。 当外邦人看见来自各国各地的基督徒, 在圣灵大能的工作之下, 成为一体, 甚至在患难或疾病中, 需要牺牲自己的关头, 还能彼此相爱, 他们就惊奇了, 说道, 看啊, 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彼此相爱呢? 在许多基督徒中间, 他们能在信仰上有一些合一, 并且也能有一点弟兄的感觉, 然而基督那个属天的爱, 却是常常缺少的, 所以他们不能担当别人的重担, 也不能热切地去爱别人。 要祷告主, 好让你能用基督爱你的那个爱, 去爱你的弟兄。 若是我们住在基督的爱里, 并让这一个爱充满在我们心里, 就必有一个超然的能力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从心里去爱所有神的儿女。 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 基督与跟随仪的人之间的爱, 是连结地如何亲密, 照样所有神儿女中间的爱, 也必须是这样亲密。 第十六日, 对灵魂的爱,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就一个灵魂不死。 雅五章二十节, 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思想, 就是我能把一个灵魂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出来。 怎能有这事呢? 若是我能使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就一个灵魂不死。 这是一个为着罪人得盟, 拯救而来工作的护照, 这个护照不仅是赐给传道人, 更是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当基督和一的爱占有我们全心的时候, 依旧把这个使我们能带领别人到一面前的爱赐给我们。 就是这样, 基督的国度便得以开展。 凡有基督的爱在一心里的人, 没有不被催逼着去将这个爱告诉别人的。 这就是当初教会的情形。 在五旬节以后, 人都出去述说他们所曾亲身经历的那个基督的大爱。 外邦的这者也告诉我们, 在第一世纪基督教之所以能这样迅速扩展, 乃是由于每一个悔改得救的人都被基督的爱所充满, 而想法将这个好信息传给别人。 现在的教会已经有了何等的模样呢? 许多基督徒从来不想领人来归向基督。 他们的爱是这样的软弱贫穷, 以致他们并不盼望帮助任何人。 但愿每个基督徒觉得被催破, 而不得不述说基督的爱的时刻快快来到。 几年前在韩国有一次复兴, 那时得救的人都向着基督充满了燃烧的爱, 以致他们觉得非把基督的爱告诉别人不可, 甚至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得经过试验, 就是他必须先带领另一个人归主, 然后才能被教会接纳。 但愿读者能查验自己, 并当你与基督交通的时候, 请你不仅想到你自己, 也想到神降仪的爱赐给你, 乃是要你把神的爱分给别人, 这样你才懂得那真正的快乐, 就是带领灵魂归向基督。 但愿我们恳切地祷告, 求神的爱充满我们, 使我们能全心全意地降服自己, 为着一去得人。 第十七日, 爱的圣灵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五章五节, 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爱。 加五章二十二节, 每当我们想到基督对于我们的爱, 我们应当用这样的爱来响应, 我们对于基督的爱, 我们对于弟兄或是对于我们四周灵魂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常会有一个思想, 这个要求太大了, 实在无法达到。 要基督徒活出这样一个爱的生活, 并且把这个爱向着弟兄和有需要的灵魂彰显出来, 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不可能, 也是因为我们的不信和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 所以我们在这爱的圣灵里, 才没有多少长进。 你可以献上这样一个祷告, 我在父面前屈膝, 求一借着一的灵, 用能力叫你们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着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得以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 参福三十四到十九节, 你可以在这个爱里生根立基, 并且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 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里面的人必须被圣灵刚强起来, 使基督能住在你的心里, 这样你就要真的在这爱里生根立基了。 基督徒啊, 请在神的话里接受这个信息, 并让他影响你的生命, 支配你的生活。 除非你每天是用膝盖等候在神面前, 来让皮的圣灵启示在你的心里, 你就不能活在这个爱里, 只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才能使爱基督, 爱弟兄, 爱灵魂的生活, 成为你经历中一个有福的实际。 请你每天在隐秘处把你自己信托给圣灵, 就是神要赐给一切在信心里, 向以求告之人的爱的灵。 第十八日, 横人祷告, 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路十八章一节, 祷告要横戒, 罗十二章十二节, 不住地祷告。 铁钱五章十七节, 在祷告生活中最叫人退缩的, 就是祷告的答应, 来得并不像我们所盼望的那样迅速。 我们常会因着这个思想, 或许我的祷告不对吧, 而感觉气馁, 因此我们就不能横人祷告了。 这就是我们主所常常迫切教导我们学习的功课。 若是我们细查这件事, 我们就会看见, 答应的持言可能是有原因的, 并且我们的等候也可能给我们带下祝福来。 因为答应的持言, 我们的愿望会越过越深, 越过越强, 我们也就会用我们的全心来祷告了。 神是把我们放在恒久祷告的训练学校里, 为要使我们软弱的信心能变为刚强。 请务必相信, 在祷告持言得答应这件事上, 是有极大的祝福的。 更重要的, 就是神的意思, 是要把我们吸引进入与自己更深的交通里。 当我们的祷告上位的这答应时, 我们要学习认识, 与神交通, 与神亲近, 并神的爱, 这些比我们的祈求得着答应更要紧,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着祷告。 雅各因着他的祷告, 持言得着答应, 结果他得着了何等样的祝福。 他面对面地看见了神, 并且从神的这能力和得胜做神的王子。 意诸, 以色列原文义及神的君王, 此处支雅各在皮努伊勒与神衰交后, 改名以色列而言。 基督徒啊, 请注意这个祷告, 不要在答应还没有得到时, 就不耐烦和失望。 假如祷告上未得答应, 还要, 祷告要横切, 不住的祷告, 当你这样做, 你要看见这里会有无可估计的祝福。 或者, 你要查问说, 你的祷告是否真正照着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 你也该查问说, 你的祷告是否在对的灵里, 是否奉着基督的尊名。 只要继续祷告, 你就会知道祷告答应的持言, 反而是神所能赐给你的一个最宝贵的恩典了。 你也会认识一件事, 就是那些在祷告中, 从神的这最大能力的人, 就是那些在神面前长久抓住仪的应许, 且而横切祷告的人。 第十九日, 祷告聚会, 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图一章十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图二四, 参太十章二十节, 一个真实的祷告聚会是极其宝贵的。 在祷告聚会中, 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 不像在礼拜堂里一样, 单听一个人讲道, 乃是举起他们联合唯一的心向神祷告, 这种祷告会能使基督徒彼此更亲密。 因着那些年长, 极有精力肢体所做的见证, 软弱的人能得以刚强, 受到鼓励, 就是出现和软弱的基督徒, 也能在这个聚会中, 有机会向主倾吐他们的喜乐。 祷告聚会可以成为教会中伟大的能力, 它供应了教会的聚会, 并且也是工人及众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帮助。 借着祷告会的带导, 无论是对本队, 对海外, 神的祝福都要倾倒下来, 但是也有些危险需要顾倒, 许多人参加聚会并在聚会中得到造就, 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来不学习开口祷告, 还有些人来聚会是为着社交和宗教的热情, 这等人徒有敬虔的外表, 却不懂得隐秘的祷告生活。 除非我们在内室中有够多, 够恳切的祷告, 不然参加祷告聚会不过是一个疑问而已。 在聚会中, 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发自忠心的爱和交通, 因此我们最好查问一下, 怎样才能有一个活泼的祷告聚会? 带领祷告会的人必须认识, 像这样的聚会会使人得着了内室中祷告生活的供应, 而且它的影响力是何等的浩大? 祷告应包括全世界神的子民, 并宜的教会。 最重要的, 他们必须为着圣灵的充满而等候在神面前, 如同门徒们五旬节那个日子所求的一样, 亲爱的读者, 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在属灵生活上给你帮助, 但是请记得, 你不是单独只为着自己而生活, 你乃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 所以你的祷告必须为所有的基督屠带导, 正如藏在地里深处的树根和身向天空舒展的树枝乃是一体, 照样隐秘处的祷告生活和聚集在一起的祷告也是紧紧相连而不可分的。 第二时, 代祷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福六章十八节, 代祷里的祝福是述说不尽的, 人为自己祷告而戴下属天的恩赐, 固然是恩典的奇迹, 但是人竟然能为别人戴下祝福, 那就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尊荣了。 神真的要因着我们的祷告, 才把祝福经倒在别人身上吗? 是的, 一要我们做提醒仪的人, 并仪的同工, 因为在仪的工作中, 仪把我们当作合伙的人, 若是我们没有尽我们分内的职责, 别人就要因此受亏损, 而仪的工作也要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失了。 神已经命定, 带祷乃是使灵魂得救的一个方法, 也是使圣徒与传道人在信心上得建立受造就的一个方法, 就是远在地级的人, 也要因我们的祷告得到生命和祝福。 我们岂不该盼望神的众儿女们, 欢然竭力借着带祷, 努力将祝福带到世界上来吗? 基督徒啊, 请开始用带祷作为你自己与别人得恩典的方法吧。 要为你的灵社祷告, 要存着一个专一的愿望, 为这灵魂祷告, 使他们能被基督的这, 要为教会中做工的人祷告, 为所有的传道人祷告, 要为你的国家和同胞执政的、掌权的和子民祷告, 也要为万人祷告。 你若将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并全然为神活着, 你就真的认识花在祷告中的时间, 乃是神所喜悦的祭, 为你自己带来祝福, 也能为着你所祷告的那许多人的生命带来能力。 是的,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惊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就要学到一个功课, 带导乃是的这灵魂和教神的这荣耀的主要方法。 第21日, 祷告与进食, 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进食, 他就不出来。 太时期二十到二十一节, 在这里, 我们的主教导我们, 一个信心的生活, 不只需要祷告, 也需要进食。 祷告是抓住天上的能力, 进食是在于松开鼠的享乐的捆绑。 主耶稣自己也进食, 为要得着力量来抵挡魔鬼。 仪教导仪的门徒们说, 进食也如同祷告和施舍一样, 必须行在暗中, 这样天父就要在明处报答他们。 无论是完全进食或节制饮食, 都会使人更有能力与神有交通。 让我们来学习这个重大的功课, 就是进食、 节食和在事物上的舍己, 都是有助于属灵的生活的。 当人享用了一餐丰盛的饮食之后, 他就不大愿意祷告了, 甘心牺牲我们自己的快乐, 或身体的享受, 并制服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都会使我们的心更注重属天的事。 这个为胜过肉体欲望所需要的努力, 会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在祷告中抓住神。 这个重大的功课乃是这样, 我们在祷告中的沉闷, 乃是从属肉体的享受和安逸的欲望来的。 然而那些在基督里的, 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中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参看家五章二十四节, 祷告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因为祷告很容易变成图具形式, 要真实操练祷告, 并抓住神与已有交通, 就必须舍弃一切肉体喜悦的东西, 并将它们交于死地。 亲爱的基督徒啊, 请你们相信, 为着能遇见圣洁的神, 并从竹岭受数天的福气, 就是天天经历艰难来否认自己, 也是值得的。 第二十二日, 祷告的灵,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罗八章二十七节, 祷告不是我们的工作, 乃是神的工作, 乃是神在我们里面, 借着仪的大能大力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就该有一个安静等候的态度。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期待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 也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在我们里面祷告。 这是一个何等的思想。 当我觉得自己的祷告是那样的不完全, 自己又毫无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在安静中, 俯伏在神面前, 确信仪的圣灵必要教导我祷告。 圣灵乃是祷告的灵, 祷告不是我的工作, 乃是神在我里面的工作。 我的愿望就是神要听我祷告的兆头。 当神要答应我们祈求的时候, 首先仪在我们心里造出一个愿望来, 然后圣灵就来完成这个工作, 即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雅各的事迹中, 我们也看见这一点。 那位与他摔跤, 并似乎扣住祝福不给他的, 实际上却是一直加厉给他, 使他不断地祷告, 并在祷告上得胜的一位。 这是何等奇妙的思想。 祷告乃是三而一的神共同的工作, 父神将愿望提醒我们, 也要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子神借着仪的带导, 教导我们如何奉着仪的名祷告, 而圣灵乃是在我们的隐秘处刚强我们软弱的愿望。 我们已经说过真理的灵, 仪要在我们里面荣耀基督, 也说过爱的灵, 仪要把这一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现在我们再说到祷告的灵, 借着仪, 我们的生活才会成为一个恒人祷告的生活。 感谢神, 圣灵已经从天上赐下来, 移住在我们心里, 并教导我们祷告。 基督徒啊, 要听从圣灵的引导, 要在凡事上顺从仪的声音。 一要使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那时你就会真认识神呼召, 你做一个代祷者, 为着那些在你四周的人, 为着教会, 并为着整个不幸的世界, 向神祈求重大的事, 是何等荣耀的呼召。 第二十三日, 完全为基督一人寄替众人死, 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零后五十四到十五节, 在这里说到三种不同的生活, 第一是说到那些凭着旧天性而活的基督徒的生活, 他们是单单为着自己活。 第二是, 说到那些真实基督徒的生活, 他们是完全为着基督活。 第三是, 说到在天上基督的生活, 他是完全为我们活。 许多基督徒都需要看见, 只为着自己活是何等的愚昧。 当他们悔改的时候, 他们只想到自己得救的问题, 很少想到神的荣耀和基督在他身上该想的权利, 这权利乃是因着基督曾用仪的宝血救赎我们而有的。 许多基督徒只为着自己活, 他们稍微为主作一点事, 就觉得满意了。 如果一个信徒真正认识这个崇高的护照, 也认识因他一生奉献给主而得的特权和祝福, 他的生活就要何等的喜乐。 最难足我们得着这种喜乐生活的, 就是不信的恶心, 以为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 就是基督在天上是完全为我活着, 并且把仪的生命分赐给我, 使我也能完全为仪活着, 我们就能欢乐着说, 亲爱的主耶稣, 但愿从这个时候起, 我每天的祷告都是。 亲爱的弟兄, 但愿你热切的愿望, 你的祷告和你坚定的盼望, 不是别的, 都是表明说基督不仅为我死了, 并且在天上活着, 为要保守我, 使我成圣, 因我乃是一所买的产业。 请你默念这个奇妙的思想, 就是基督必保守你坐以身体上的一个肢体, 好使你为仪做工, 为仪活着。 所以当求神施恩, 使你在寻找灵魂和服侍神儿女的世上, 能完全为神而活。 要天天花时间使里面的人力与基督有联合, 使你能用你的全心来说, 一记将自己完全给了我, 并且现在在天上又完全为我而活, 所以我也完全为仪而活。 第二十四日, 基督的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加二章二十节, 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最大的荣耀。 因为以自己卑微,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一生为之高。 十字架就是征服撒旦和罪恶的全能。 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有份于这十字架。 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 借着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 而十字架的灵也启发基督徒。 基督徒今天活着, 乃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 当他认识基督钉十字架的大能时, 他向着世界和罪恶就是死的, 而向着神乃是活着的了, 并且这个大能也就成了他生命中的实际。 因为那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就是一位钉十字架者。 当我们的主队仪的门徒说, 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 他们明白这一个吗? 他们曾看见过人背着十字架, 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着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亡。 基督是在仪的一生中背着仪的十字架, 这十字架就是一要为世人受死的死刑的判决词。 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背着他的十字架, 知道他自己只配死的, 并且相信他已经与基督同钉死了。 现在乃是那位钉死者活在他里面,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罗六章六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加五章二十四节, 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能和保罗一同来说,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加六章十四节, 这是一个很深的属灵真理, 请你一面默想, 一面祷告, 圣灵就必要教导你。 但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性情, 宜的谦卑, 宜对所有属世荣耀的舍弃, 并宜舍己的灵能得着你。 宜死的全能要在你里面做工, 并且你在宜的死里变成宜的形状, 你也要认识一和一复活的大能。 哦, 亲爱的啊, 请你花时让基督借着一的灵, 来启示一自己乃是定十字架的那一位。 第二十五日, 世界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一二十五原文, 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所说的世界是什么意思。 他说,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于一二章十六节, 世界是一种性质, 或者说是一种权势, 就是人因着罪所堕落在其中的。 这世界的神为这欺骗人的缘故, 就把他自己隐藏在神所创造的东西里面, 天天借着世界上的福乐, 用猪般的试探围绕着基督徒。 这就是夏娃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故事, 在《创世纪》第三章六节里, 我们也发现约翰提到的三种情形。 第一, 肉体的情欲, 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第二, 眼目的情欲, 也悦人的眼目。 第三, 今生的骄傲,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能。 就是在今天, 世界仍然将引人食欲的美食, 以及许多叫肉体食欲喜好的东西, 并许多眼目的情欲, 财富, 美色和奢华摆在我们的面前。 此外还有今生的骄傲, 当一个人想象他是知道并且了解每一件事物的时候, 他就因此骄傲起来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 因着这许多引诱肉体的事物, 那么多能霸占我们眼目和我们的心的事物, 那么多属世的智能和知识, 岂不是充满了危险吗? 所以, 约翰告诉我们说, 不要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 我们的主也呼召我们, 如同当初呼召仪的门徒一样, 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你。 基督徒啊, 你是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 紧紧地倚靠主耶稣罢。 当一教导你远避世界和世界吸引的时候, 你的爱就要在忠诚的事奉礼归给仪。 但是请记得, 你必须每天和主耶稣有交通, 独有仪的爱才能消灭你爱世界的心, 所以要花时间单独与你的主同在。 第二十六日, 批带基督你们受敬归入基督的都是批带基督了。 加三章二十七节, 总要批带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十三章十四节, 这里所说的批带就是穿着衣服的那一个穿上。 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 因此我们也有了新的性情, 正如我们穿上一件衣服, 所有的人都能借着他而看出我们是谁一样。 保罗曾说, 基督徒借着受尽承认基督的时候, 他就是穿上了基督。 人怎样是借着所穿的衣服被人认识? 照样, 当一个基督徒穿上了基督, 而在他整个的生活和性格里彰显仪的时候, 人也能因此认识仪了。 保罗又说, 总要批带主耶稣, 这不仅是在悔改的时候, 乃是每一天都要批带仪, 我怎样每天穿上衣服, 并在衣服里将我表现在人的面前。 照样, 基督徒也必须每天批带主耶稣基督, 好使他活着不再随从肉体去放纵私欲, 却是把他主的形象和照着仪的形象而造的新人都彰显出来。 要批带基督, 但这个工作每天必须在内饰中来做, 因为凡要批带这位天上的主耶稣的都必须花上时间。 在寒风烈日之下, 我的衣服怎样遮盖保护我? 照样, 主基督耶稣也要成为我的美丽, 我的保护和我的喜乐。 当我在祷告中与衣相交时, 衣就把衣自己分次给我, 并刚抢我, 使我一举一动都一直受衣的约束, 做一个住在仪里面的人。 哦, 亲爱的啊, 请花时间来默想这个奇妙的真理。 当你要去与世人接触的时候, 衣服怎样是你所必须的? 但愿批带基督住在仪里面, 整天与仪同行, 对你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你会感觉这个不是匆忙草率所能做成的, 如果要经历批带基督, 就必须在安静中花时间与主耶稣有活的交通。 请你花时间, 也不要怕麻烦, 因为你的赏赐是大的。 第27日, 基督徒的刚强, 我还有末了的话, 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住在主里并在一全能的力量里刚强起来。 福六十元文, 当使徒要结束以福所书的时候, 他就用这句话开始最后的一段, 我还有末了的话, 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在主里刚强起来。 基督徒需要刚强,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然而基督徒的本身并没有刚强的力量, 这也是真的。 刚强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 请注意这里的答复, 保罗在以福所书第一章十七至十九节也曾说到这个能力。 他求神将圣灵赐给他们, 使他们认识神权能知力量运行的能力, 也就是神在基督身上运行,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能力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这是一个实际的真理, 以那超越浩大而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能力, 今天也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做工。 亲爱的读者, 这个能力就在我里面, 也在你里面做工。 我们很不容易相信这个真理, 我们所经历的更是少。 这就是保罗要祷告的原因, 我们也必须和他一同祷告, 好叫神借仪的圣灵能教导我们相信仪的大能大力。 请用你的全心来祷告说, 父啊, 求你赐给我圣灵的智能, 好叫我在我的生活中能经历这个能力。 在第三章十六, 十七节里保罗求父按着仪荣耀的丰富, 借着仪的灵, 用能力叫信徒们在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 使基督住在他们心里。 然后, 他又说, 愿荣耀归给仪, 归给那能照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能力, 极其充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 请再读这两处圣经, 并求神的灵照亮你的眼睛, 相信神的大能运行在你里面。 也求圣灵把这一个启示给你, 使你能支取神的应许, 就是神要在你里面张显仪的能力来攻击你一切的需要。 你若要在里面经历神的能力, 你岂不明白需要花上时间, 甚至花上更多的时间来与复合子交通吗? 第二十八日, 全心, 我全心寻求了你。 十一一九十元文, 请注意作诗的人在这里频频地提起全心这两个字, 全心寻求仪的。 两节,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全心遵守。 三十四节, 我却要全心守你的训词。 六十九节, 我全心呼吁你。 一百四十五节, 无论是为着寻求神, 为着遵守仪的律法, 或为着呼吁仪的帮助, 每次都要用全心。 我们如果要把属世的事做得成功, 我们就把我们的全心都放在里面。 在侍奉这位圣洁至神的事上, 我们岂不更需要摆上全心吗? 难道一不配吗? 一至高的圣洁以及我们心中厌弃神的天性, 岂不更要求我们该摆上全心吗? 当我们在隐秘处敬拜仪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全心来示奉仪, 但是有大多数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在读神话语的时候, 在努力遵行以旨意的时候, 从不记得需要这一句话, 我用全心寻求你。 是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明白神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要遵行以旨意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说, 我可慕用全心来寻求神, 来侍奉神, 并讨仪的喜悦。 我全心寻求了你。 亲爱的读者, 请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 把它思想过, 祷告过。 你要在神面前把它说出来, 只等到你感觉你真的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 并且确实相信神要听你的祷告。 每天早晨, 当你进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 都请说这句话, 我全心寻求你, 你就会逐渐地觉得需要在圣洁的安静里等候神, 这样依旧要得着你整个的心, 你也就要学习用你的全心和权力来爱意。 第二十九日, 在基督里, 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临前一章三十节, 在书信里, 常常用在基督里这个词。 除非一个基督徒有够多的祷告, 也用充足的信心, 接受我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真理, 他是无法把神的话读得准确, 也不能在他的生活里, 充分地经历神话语的能力的。 当主耶稣最后的一个晚上与仪的门徒同在的时候, 这句话仪不止说了一次, 到那日就是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接着又说, 住在我里面, 住在我里面的, 这人就多结果子,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但除非基督徒借着够多的祷告, 先接受在基督里这个真理, 他就不能支取这些应许。 保罗在罗马书里表示同样的思想, 我们和一亿同埋葬。 六章四节, 我们像最实在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里, 却是活的。 参看六章十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八章一节, 在《以福所书》里也说, 神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一章三节,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一章四节, 在爱字里, 我们蒙月娜。 一章六节应议, 我们也在以里面蒙了旧书。 一章七节, 在哥罗西书里面说, 一切的丰盛在以里面居住。 一章十九节, 我们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 一章二十八节, 就当行在以里面。 二章六节应议, 你们在以里面也得以完全。 三章十节直译, 但愿我们的信心抓住这几句话,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的救世神。 临后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 临前一章三十节, 圣灵必会使他成为我们的经历, 要恳切地祷告, 并顺从圣灵的引导, 这些话就要在你里面生根, 你也就要认识他那个属天的能力。 但是请记得, 住在基督里乃是一件在心里的事, 所以必须培养在爱的灵里。 只有我们天天花时间与基督交通, 住在基督里才会成为一个有福的实际, 并且里面的人也就要一天心思一天了。 第三十,基督在我里面, 岂不知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临后十三章五节, 使徒的意思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活在这样完全确实的信心中, 就是基督在我里面。 若是每天早晨我们都有一段时间被基督在我里面这个思想所充满, 我们的生活就要有何等的不同呢? 我在基督里是如何确定? 照样, 基督在我里面也是同样的确定。 在最后的一个晚上, 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一个门徒说, 圣灵要来教导他们一件事, 就是借着神的能力。 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 又与一亿同复活。 但是这件事是不容易认识的, 基督徒需要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语, 这样, 圣灵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请今天就花时间在祷告里认识这个福分, 也知取这个福分。 保罗在以福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的祷告中, 是何等清楚地表示这个思想, 求一按着一荣耀的丰富赏给你们, 应益。 请注意, 保罗所求的并不是普通恩典的赐给, 乃是在他的爱和能力之丰富里的一个特别启示, 就是一应许你, 借着一的灵, 用能力叫你里面的人里刚强起来, 好使基督因着信住在你们心里。 你是否已经抓住了这个应许吗? 基督徒的确能经历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 亲爱的弟兄们, 保罗曾说, 我在父面前屈膝, 这就是得着这个福分唯一的路。 请在内室里花时间来认识, 基督住在我里面, 对自己说, 我在以往经历这个太少了, 但是我要呼求神, 仰望仪在我里面做诚意的工作。 即便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也要把我的心当作神儿子的居所, 并且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了,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二章二十节, 唯有这样等候, 祈求及祷告, 基督所说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里面的话, 才能成为我们每日的经历。 第31日, 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 又住在一切里面。 西三十一原文, 在神永远的计划中, 在十字架的救赎里, 在天上和地上的宝座上执掌王权里, 固然基督是一切, 就是在罪人蒙温的事上, 在他们的称义与成圣上, 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上, 在对个人的照顾上, 即使是对罪人中的罪魁, 基督是一切这句话, 仍是有效的。 如果神的儿女, 在信心里接受了基督是一切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每天每刻, 都要从他逮着安慰和能力。 当你读这本小册的时候, 你是否在想这里所说的那些丰满的救恩, 并不是对你说的, 你觉得你是何等的软弱, 何等的不配, 何等的不可靠? 我亲爱的读者, 请你相信, 只要你用像小孩一样的信心接受主耶稣, 你就有了一位领导者和管理者, 一必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请全心相信我们救主的话, 看啊, 我常与你们同在, 这样你必要每天经历的同在, 无论你的感觉是多冷淡, 沉闷, 无论你是多么有罪, 请在隐秘处去遇见主耶稣, 一必将一自己启示给你, 告诉一你是如何的可怜, 然后信靠一会帮助并扶持你, 你也要等候在一面前, 一直等到你能因着信而在仪里面欢乐, 请你将这一本小册再读一遍, 并且带着基督是一切的思想来读, 虽然有时我会忘记这句话, 但愿我每天进到隐秘处去祷告的时候, 都能带着这个思想, 基督是一切, 让我把它当作我的格言, 基督是一切, 让他教导我祷告, 刚强我的信心, 使我确信仪的爱, 为我开启进到父面前的路, 并使我在每天的工作上刚强起来, 是的, 基督, 我的基督, 乃是我所有的需要, 这一个会教导我住在你的爱里, 这一个会使我确信仪式住在我的心里, 也使我认识那超越知识的爱, 愿神的这颂赞, 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 我的基督, 乃是我一切的一切,